记得我们现在的目的是要来 我们接下来记得我们的目的是要来做一个分类 那么我们要把控制因子做把它分成两类 一类来调控我们的平均的品质特性 另外一个另外一类来调控我们的SM比 让这SM比越大越好 那么记得我们现在的目的是这样子 那么刚刚我们identify哪些控制因子对SM比来讲算是significant的 那我们打算用那些来调控SM比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对我们的品质特性来做一个response的分析 然后来identify看哪些控制因子是对这个品质特性算是significant的 OK好我们同样把刚刚控制因子把它列在这个地方 让你做参考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可以去看看哪些控制因子是代表什么意思 另外我们把刚刚的那个我们的实验阵列也把它列在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刚刚对SM比来做了一个response的分析 现在我们要对这个 我们要对这个来做一个response的分析 我们要对这个来做一个response的分析 OK啊 所以我们这里 这里是我们要对quality characteristics来做response的分析 这个是我们的response table 那么分析的方式跟程序跟前面那一张投影片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现在是对这个widebar来做分析 那么阴影的部分是response table 那么这下面是把它变成图形以后的response graph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计算出因子的效应 从第一个水准到第二个水准它的因子的效应 从第二个水准到第三个水准它的因子的效应 同样的我们可以列这个这个一样 我们只是列作为参考一个在这边我们事实上是没有用到的 range呢是指的从最大到最小的一个范围 注意这个range我们并没有正乎 range我们是指那个范围而已 然后我们根据这个range呢 从大排到小第一名是f 第二名是h 然后呢 然后b 那么e 那么同样这个我们也是取前面五名作为significance的test significant的factor ok 所以我们列出我们的significant factor是a,b,e,f,h 这五个控制因子 其他我们就把它当作是insignificant 这些是不是significant 我把它写在这个部分 如果不是的话就写一个no在这个地方 就已经连哈哈哈 然后从这边都 살这样